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晃三天没有做视频了 现在必须来交作业 今天讲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要讲香港的反对派 香港的民主派 他们在政治上的盲点 两个盲点 我以前一直是称赞他们赞美他们的 今天除了赞美之外 还要提一点批评性的建设性的意见 第二个就是要讲讲香港反对派 他们在战术上面的创造性 那么这些创造性的战术 我相信对未来的中国的街头革命 中国的颜色革命 那是会非常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的 那么第三点就要讲一讲 今年7月1号香港的大游行 以及我们大陆的维权运动 怎么样能够借这个事 来达到我们自己的诉求 来向中共 7.1是中共的 他们的生日 是他们建党节 来向中共提出我们的诉求 好 那从第一点开始讲起 这一次的这个反送中运动 那是展示了香港反对派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 在第一次的时候 大概是从3月底开始的这次反送中运动 第一次的这个规模 只有1万多人参加 为什么呢 因为普通老百姓 他没有这个政治上的敏锐度 他不是说林郑月娥和他的这个小圈子 和北京的那个高层 他们一商量说要搞一个东西来损害香港人民的自由 普通老百姓就能够明白这里面 他们到底在干想干什么在干什么 这个要是需要那些政治上非常敏锐的 那些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 他们呢 要去向老百姓去解释 他们看明白了之后 他们要向更多的人告诉他们 这个东西啊 对我们的自由的危害非常的大 一定要阻止他们 那么一批人被他们解释这个清楚了 被他们动员起来了 然后他们要把这批人组织起来 用这批人再向更多的人去解释 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 也是一个组织的过程 那么在这一次啊 他们这个动员就相当成功 从刚开始的游行示威的 一万多人到后来的三万多人到十万多人 到六月九号一百多万人到六月十六号 破记录破了香港历史记录达到两百万人 可能也破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单一城市啊 抗争游行示威的这个规模的记录 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大权 香港的这个反对派在动员和组织这方面啊 做得非常的扎实功夫非常的深厚了不起 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 无论香港人怎么样抗争 中共啊他都不怎么让步 不怎么让步 这个抗争阵营一共提出来五点诉求啊 第一点就是说要取消对这个抗争运动的暴动的定性 他们没答应 第二是要释放被抓捕的这个香港市民 要取消对他们的控罪 这点他也没答应 第三点呢是要追究警方滥用武力的责任 没有答应啊 到现在他们还在互相推诿 没有一个人出来负责 第四点呢就是要林郑月娥下台 他不仅不下台 而且呢还一再的啊在各种媒体上面 散布这样的消息 说中央啊是支持林郑月娥的 那现在看起来他是完全没有下台的意思 第五点呢就是要撤销啊 这个送中法律啊 彻底的停止这个送中法律 这点呢他们也没有答应 他只是说啊 现在暂缓啊这个修订这条法律 暂缓的意思就是说啊 他今后一有机会就会再次卷土重来 香港的人民的这个自由还是受到这个法律的巨大的威胁 一句话中共没有让步 而他们在没有让步的这个同时呢 这个运动啊看起来声势啊也在削减 现在啊还在街上继续抗争的人 那现在已经是非常少了 和鼎盛时期6月16号相比 那可以说简直是九流一毛 那为什么中共他不愿意让步 而不愿意让步他最后居然还成功了啊 现在啊整个运动对中共在香港的这个统治的这种威胁已经并不那么大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里面呢就涉及到香港的这个地方的 在整个香港市民这个群体的他们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 这就是他们有两个方面啊 香港人呢他们呢是这个公民素质非常高的 公民素质非常高 非常尊重法治 热爱自由 这个追求民主 这是他们素质非常高的一面 一旦他们发现 这个香港政府或者是中共他们或者是这两者联合在一起 他们准备啊要对香港的这个自由法治进行破坏的时候 他们就会奋起反抗 那所以说呢啊每一次他们发现这种现象都有大规模的啊 民众出来参与这个抗争 你比如说2003年的时候 当香港的这个董建华政府啊 他们准备啊要修订二十基本法二十三条的这个立法的时候 五十万人走上街头啊 雨伞运动啊 香港老百姓为了 争取这个普选真正的真普选那也走上了街头发起了啊 占中运动后来演变为雨伞革命那这一次送中条例啊 香港老百姓得到消息之后啊 也走上了街头 200万人他们愿意抗争啊 但是香港人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啊 他们有非常深厚的重商主义的这个传统 注重实际的利益 那香港是一个啊 非常商业化的这么一个社会啊 商业化的社会呢 他当然他就会讲法治啊讲规矩 但是呢 同时呢 他也不愿意为了政治上面的纷争呢 来影响自己的实际的利益 来影响实际的利益 他跟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不一样 委内瑞拉今年一月份开始搞革命 那一直搞到现在 几乎是一天都没有停过 每天街头啊 都有这种啊 这个 反对派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冲突 一直持续到现在 整个经济受到影响 那是肯定是非常大的 本来的那个国家经济啊 就非常的不怎么样 这个就是说 两者之间呢 有这么一个关系 在那些国家是经济发展的不好 同时呢 这个老百姓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好 心里面有怨气 那么就想把这个政府啊 推翻 那么在推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经济就会更差一点 那老百姓呢 又可以忍受 老百姓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我们现在啊 即使是经济往下垮 往下垮 出现重大的经济危机 经济停滞 我们也不怕 只要把这个体制 把这个政治体制把它改过来 那么我们今后 有的是发展经济的机会 那很多国家的老百姓 都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心态 尤其是在那些啊 经济发展的不好 或者是经济突然收到重创的这种国家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但是呢 香港它一直是一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 那么老百姓又有这种重商主义的传统 那么在这种地方 你要想让大家呀 舍弃自己的经济利益 来跟你搞政治抗争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来 就是说既能够持续的抗争 又不影响经济的发展 又不影响大家的赚钱 又不影响大家的工作 在香港历史上 你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啊 这个罢工罢市的啊 这种传统 即使是有呢 也是非常小规模的 是这个非常短时间的这样的行动 要想让大家长期的罢工罢市 哪门都没有 这次又有人提出来三罢 三罢呢 罢工罢市 这两者啊 我就可以告诉大家 明确的告诉大家 根本不可能 还有一个罢课 罢课是可能的 罢课 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年轻过啊 大家很多人都上过大学 至少也上过中学 那么那个时候回想一下 只要有运动 大家都会做学生 都会去参与 因为年轻人那热血澎湃 还有一个呢 就是并不是喜欢的 特别喜欢上学的 我年轻的时候 虽然在北京上大学 但是呢 就恨不得天天呢 有试搞 天天呢 这个有课霸 不要上课最好了 要想读书的话 一人找本书 在街上读就好了 一边抗争一边读书 那才叫有味道 所以说学生是可以罢课的 但是呢 学生的人数不多啊 学生只是占这个社会的啊 这个各个阶层的极小的一部分 所以说啊 当学生刚开始的时候 加入到其他社会各阶层 一起来抗争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有力量的 他们是先锋队 但是呢 当其他社会各个阶层都已经退去了 你让那个先锋队啊 就这个势单力薄的就在那儿跟整个的这个体制来抗争 那他们是难以承受这个重负的 所以说即使是香港的学生呢 是非常的勇猛 比如说啊 在这个战中运动当中啊 和在这一次他们都是啊 极先锋非常的勇猛 但是呢 他们不能够持续 这里面呢 有一个势的问题 平势的势啊 两军对垒 那个势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势力感觉着特别大啊 势气啊 特别的盛 那个时候啊 大家的信心足啊 战斗力就强 但是呢 当你一大部分人啊 已经退走了 然后人还在逐渐的减少 这个时候啊 这个势就不在自己的这一方了 而对方呢 他又能够啊 坚持得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员呢 就逐渐的流失 参与抗争的人呢 就越来越少 这个时候啊 对抗争者就非常的不利 大家回想一下2014年的那个占中运动 虽然持续的时间也不短 但是大部分时间呢 都是那些学生在那儿坚持 坚持到最后啊 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我记得坚持到大概是 一个多月 两个月的时候啊 就有三个学生啊 发起了绝食 都没有能够唤醒 所有的这些各个阶层呢 重新走上街头来支持他们 那这就是香港抗争阵营 在战略上的第一个盲点就是啊 我们的战略是缺乏可持续性 整个运动缺乏可持续性 因为有这个特点 所以说呢 中共和他们的这个香港代理人啊 林郑月娥自流 他们就会觉得只要把这一波啊 忍过去之后 挺过去之后 你们就会自行消退 在这个时候啊 我是不需要让步的 为什么要让步呢 从他们的利益的角度来讲 他们现在的策略是对的 就是不让步 这是第一点 那么有没有办法改变呢 那当然可以我们换一种思维 只要认识到这个盲点了 那么这个盲点就不存在了 我们就可以采取办法 那怎么样来克服这个盲点呢 很简单 要改变策略 要找到那种啊 可以持续抗争的策略 游行示威啊 这个罢工罢市 这都不是可以长期持续的抗争的办法 那么抗争的办法有什么呢 我相信有很多的啊 我现在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以前也给大家说过 这不是我的发明啊 这是啊 南美洲啊 七八十年代那些 这个反对派的 他们的发明 这就是敲锅法 那就是啊 他们动员这些反对派的 这些支持者 在自己的家里面 在晚上啊 一起选定一个时间 一起敲锅 敲五到十分钟 每天敲五到十分钟 让整个城市 响起反对派的 这样的声音 那就显示出他们的民意 显示出他们的力量 显示出他们的 动员和组织的能力 那也显示出 他们呢 对这个政府的不满 不需要游行示威 他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目的就达到了 让政府永远处于 这个紧张之中 同时呢 我们自己啊 基本上没有消耗 不就是自己在自己家里面走到窗边上 拿一个锅啊 拿一个碗 敲一敲嘛 没有任何的付出 这个时候 这种运动啊 他就可以持续下去 但我们这么一敲 把自己的士气给壮大了 把敌人的士气给削弱了 因为这种行动 他们永远镇压不了 永远镇压不了 而当到民众的这个士气足够大的时候 当对方的士气已经小到可以足够足以啊 我们开始攻击他的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再敲锅了 大家就一起走上了街头 所以说以敲锅这种方式啊 运动就可以长期的持续 而这个把游行示威 罢工罢势啊 作为啊 重点进攻的那种手段 这样两者一配合 整个运动啊 就是一直能够持续的保持自己的啊 对这个政权的压力 这就可以持续了 那第二点呢 第二个盲点就是 香港的反对派啊 缺乏战略上的进攻性 因为你没有进攻性 你就对他产生不了威胁 这就像两个人打架 一个人啊 他总是躲躲闪闪 总是在防守 他不进攻 那么对手啊 是感受不到威胁的 你感受不到威胁 他就会不断的进攻 他就会不断的想打你 直到把你打倒为止 香港现在就是处于 这样的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 那么怎么样向他进攻呢 大家一定要看见 现在的这个政治格局啊 大家即使是在香港发动 两百万人三百万人 甚至七百万人的游行 对中共的影响 对中共政权的威胁 也是不大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把中共啊 比作一个这个政权体系 比作一个大树的话 香港只是他的一个职业 而他的根呢 是在大陆 大陆是他政权的基础 是他权力的来源 如果我们在香港抗争 那是不能够损害到 他的那个政权的基础的 他的政权呢 还是固若金汤 但是只要我们的抗争呢 能够扩及到 扩展到大陆去 那么就会把他那个根子 就会对他形成一个威胁 把他那个根挖出来的时候啊 他就会感觉到 这个时候啊 如盲刺在背 一定要一定要想办法 要不就跟你决一死战 如果决一死战 决不了 那这个时候啊 他就要向你妥协 那这就是以攻为守的策略 如果仅仅是防守 那是防不住的 那以攻为守 这个时候啊 才能够守得住 如果攻得好的话 甚至是把对手啊 也给吃掉了 这就是啊 好像三国时代啊 诸葛亮的这种策略 那当时的蜀国是一个小国 而魏国呢 是第三国时候最大的一个国势力 那诸葛亮为什么 他要溜出其三不断的进攻呢 因为你不进攻啊 对手对手啊 就派他的这个以压倒性的力量来进攻你 那个时候啊 就更被动了 进攻他 那即使是不成功 但是呢 我们也不会失败到哪里去 那最多就是啊 这个多费点力气啊 但是如果是防守一旦失败了 那就有灭顶之灾 所以说现在香港的形势 就像当年三国时代的蜀国的形势一样 大家在政治上本来是处于一个弱势的 如果你不进攻 那么你就更弱了 最后一定被他吃掉 大家看一看 香港过去这二十多年 从九七年以后 甚至回溯到九七年之前 香港人的自由 是不是一步一步的被中共侵蚀了 那么面对着这种状况 我们就必须得改变 那么怎么改变呢 怎么样能够啊 对他在大陆的统治产生的威胁呢 有很多很多的办法 只要大家改变这个战略思维 中共他一直是想香港的反抗阵营 不要变成反共的基地 不要变成民主运动的基地 所以说他们给香港的反对派的那些领导人 就强调我们井水不放河水 但是大陆的河水 中共的河水一直在犯香港的井水 只是香港的井水不敢去犯大陆的河水 香港的民主运动不敢 名正言顺的就向大陆发动喊话的攻势 比如说这一次200万香港人上街 还有第一次的那100万人香港人上街 这100万人每个人都有手机 每个人拿着手机向大陆发送十条二十条一百条信息 那么大陆就有几万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几亿人得到这样的信息 这样子这个时候啊 你说中共他能够维护得了维持得了他的稳定的局面吗 你们会把中共吓死 但是呢我们有武器在手我们没用 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手捆住了 我们说井水不能放河水 那么这个时候河水他就一定会来放我们的井水 把我们这个井水搞混了 所以说大家只要把这个战略思维改变了 方法多的是 我以前给大家介绍过放气球的方法 这么多年轻人大家声称是反共的 那么反共的有效的方法 就是要到中共的后院去点火 在香港新界放一个气球 让他往中国大陆飘 这气球里面装满了船单 当气球破的时候 这个船单就撒下来 在中国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冲击力 过去北韩有一批脱北者在南韩呢 他们就经常向北韩放气球 把金正恩搞得非常的狼狈 金正恩后来威胁南韩说 你再不阻止他们 我就要向你开炮了 后来南韩政府来阻止他们了 但是中共永远没有办法向香港开炮的 中共他们绝大部分的钱财 都是藏在香港的 中共的绝大部分的外国得到的外国投资 都是从香港进去的 中共的很多出口 也是从香港出去的 他们没有办法毁灭香港 他们只有办法毁灭香港人的自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怕什么 大家就用这种方法来逼合中共 来逼着中共不敢 不敢对香港视义妄为 香港很多年轻人号称是反共的 现在大家所说的反共 所做出的这些行动 实际上不是反共 而是去共 而是想跟中共切割 但是我告诉大家 癌症、癌细胞 肿瘤可以切割得了 但是中共切割不了 大家去看一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看一看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区一旦被共产党统治了 他们能够跟他切割的 他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他们赶走 把他们消灭 这样他们才能得到自由 否则的话永远不可能切割 在共产主义这个国家统治之下 没有一个地区、一个民族 能够得到自由 能够得到独立的 大家不要幻想着香港 在中共还存在的时候能够独立 必须得把中共彻底的击垮了 才能够独立 好批评性的建议已经讲完了 战略上的盲点已经讲完了 现在来讲战术上的创造性 大家看见没有这次香港的警方 他们非常的过分 过分的使用了武力 在这次运动当中 他们一共发射了150多颗吹内弹 比上次战中运动79天发射的吹内弹的总和还要多 但是香港的这些抗争者 尤其是这些年轻人非常有创造性 他们已经找到了对付吹内弹的办法 前几天我一个大陆的朋友 说要我一定要把这些方法要总结一下 这些方法对今后中国大陆的运动 会有非常好的这种借鉴的作用 大家一定要参考 吹内弹发射出来 我们怎么能对付它 这次我们在香港就看见了 这批年轻人 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瓶矿泉水 那么当吹内弹打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把矿泉水往这个吹内弹上面浇 吹内弹马上就熄火了 因为吹内弹它这个烟雾要放出来 一定要有这个热量 一定要当这个吹内弹内部 它有一个燃烧的机制 温度要特别高 而你把水一泼上去 它温度降低了 不能够燃烧了 这些气体它就不能够规发出来了 就不能够造成伤害了 这是其中的一个办法 当然了 有时候没水的时候 还有一些人呢 他是拿着这个戴着手套 拿着这个吹内弹 就把这个吹内弹丢到地底下的 那个下水道里面去 或者是丢到旁边的政府的建筑里面 或者是丢到这个警察的 他们那个队伍所在的那个地方 这也是一个办法 最好的办法 伤害性最小的又最可靠的 就是往上面倒水 所以说今后中国的抗争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带矿泉水 哪个地方有吹内弹那些带矿泉水的人 那些带矿泉水的人马上就走到那把他给浇吸了 这是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胡椒对付胡椒喷雾的办法 那么上一次啊 这个在2014年大家就已经啊 香港人第一次在全世界第一次就大规模的使用了这个办法 就是用雨伞来遮挡 胡椒喷雾这是在镇压 跌头抗争当中啊 警察经常用的一种武器啊 对付这个武器啊 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一旦喷到脸上 一旦喷到眼睛上面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呢 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持续的去抗争了 这个时候啊 就一定要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香港人帮我们这个发明了雨伞抵抗法 非常的好 每一个抗争者啊 至少是有一部分的抗争者 大家都带上雨伞 而带雨伞的这部分呢 尽量的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或者是队伍的两侧 这样面对着这个警察的袭击的时候 胡椒喷雾袭击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用了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国内的朋友就问 说现在啊 中共他们制造了很多 这个轻型的防暴装甲车 这个车呢 他们也向全世界出口 将来一定会在中国的这个 街头革命爆发的时候 他们会用 那么我们怎么样对付 这些这个防暴车 看起来是非常可怕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 韦内瑞拉呀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对付这种装甲车的 一个非常好的战力 韦内瑞拉他们的那个防暴车 也是中国给他们的 一共给了大概有六百多辆 一共有六百多辆 到底是直接是送的 还是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买的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在这次街头运动当中啊 跟委内瑞拉革命当中 马杜罗政权就用到了 但是委内瑞拉的老百姓很快就找到了 克制这种看似非常可怕的防暴车的一个办法 简单的办法 他们呢就是用这个摩罗陀夫鸡尾酒 就是混合着这个洗衣粉 混合着汽油 这样的一个瓶子 那么当这个瓶子扔出去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瓶子 它就燃烧起来了 那么这个一辆装甲车上面 你只要往他的这个车头盖上面 扔一个这样的瓶子 让火燃烧起来 这整个的车里面的人呢 就坐立不安 他们一定会汽车逃跑 为什么呢 谁都不敢保证 这个燃烧啊 它只是在表面上进行 一旦这里面的汽油滴到这个车 那个机器里面呢 引起那机器里面的油一起燃起来 那么就会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车啊 就是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威胁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汽车逃跑 这是一个办法 但是这种办法呢 是稍微暴力了一点 我不推荐 我不推荐 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是我们呢 这个国内的共振的网友 他们提供的 他就是说碰见这种车的时候 有一个简单的 又非常和平的办法 就是弄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满的油漆 最好是黑色的油漆 那么把这个油漆啊直接扔到这个车的前窗上面 只要这个前窗的视线受到阻碍 那么这个车就没有办法再往前开了 他这个车一停下来 整个车也就算是报废了 没作用了 这是一个办法 非常好 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呢 就是如何对付这个布袋弹和橡皮子弹 这次香港的警方啊 也打出了不少的橡皮子弹和布袋弹 香港的抗争者啊 遭受了不小的这种伤害 那这次呢 他们还没有找到抵抗的方法 但是我相信 当下一次香港老百姓大规模上街和警察形成冲突的时候 他们就一定会用到一种装备 有了这种装备就足以对付橡皮子弹和布袋弹 这种装备啊 就是简易盾牌 制制盾牌 非常简单 随便找一块木板 只要那个坚硬一点的木板 然后后面按两个把手 这就是一个简易的盾牌 就足以防止子弹弹和布袋弹 我相信下一次香港的抗争者一定会用到 在2014年的时候 乌克兰的抗争者就大规模的使用了这种 这个防卫的装置 让这个乌克兰的警察呀 当时非常的头痛 最后啊 他们是击败了这些警察 直接的冲入了总统府 所以说香港人呢 一定一定会下一次会运用这种手段的 那我们大陆呢 今后这个抗争者啊 借鉴了这些方法之后 肯定还会有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些方法 那我们今后呢 会在这个共振讲堂里面呢 再来分章节的啊 详细的来讲解怎么样运用这些方法 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会运用什么样的方法 今天呢 我就关于这个战术问题就讲到这里 下面来讲一讲7月1号 大家知道这一次这个香港大型抗争活动的这个发起组织啊 是叫做民政 就是民间人权阵线啊 但是一个平台性的组织我前面借前面几期视频里面介绍过 那么这个民政呢 他还有一个一个这个每年都要进行的活动啊 也是他们发起的就是啊 711大游行啊 从2003年啊 到现在这十几年当中 每年的711他们都从来不缺席 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 那么我相信呢 今年的规模应当会啊 突破以往的纪录会更大啊 啊说不定还再到一百万啊希望他能到两百万 但是呢 在香港即使是你规模再大 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 他也不会撼动中共的统治基础 中共是不怕的 他怎么样才怕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大陆的老百姓要同时跟他又产生共振 这个时候啊 中共就怕了 而且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他可以就是可以让中共啊 怕到什么程度呢 他可以向香港人让步 同时也向大陆的人呢 让步 大陆现在的抗争者 大部分呢 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来进行抗争的这些维权群体 那么我们趁着这个七一 七一也是共产党的生日啊 趁着这个建党节的时候啊 走到各地 这个各市啊 各省的这个党委 一起来给他们献礼啊 给他们庆生 这个时候啊 你就会把他们吓坏了 因为香港那边呢 在搞大型的抗争 你大陆同时要在几个地方啊 搞大型的抗争了 那中共啊 他会觉得受不了 这个时候啊 你提什么要求 他们都有可能呢 迅速的答应你 以便呢 迅速的呢 这个消解这个现在的这个问题 让你们各自回家 所以说七一的时候啊 是大家提出维权诉求的一个绝好的时机 大家一定要借香港七一大游行的这个事啊 来向中共来向中共啊 讨还我们应得的利益 那来维护我们应得的权利 7月1号 那我建议是下午3点 所有的这个抗争群体 所有的维权群体 大家一起到你们所在的市委或者是省委啊 在那个大办公楼的门口啊 去向他们请愿 去给他们的献礼 那么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 大家到那个省委门口啊 市委门口 大家一起唱国际歌 国际歌是红歌嘛 唱红歌 那是共产党的歌曲 唱起来绝对不会犯法的啊 这是完全完全符合中共的这个传统的 希望海外的朋友 大家尽量的运用我们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言论自由的优势 向国内传输这样的消息 一方面是传输香港七一大游行的消息 一方面是动员啊 是建议国内的维权群体啊 走上街头啊 去向中共啊 在七一这个特殊的日子 去向党去献礼啊 去唱国际歌 走上街头唱国际歌 大家一定要群体性的啊 一起去啊 P2P的群体 大家一起去啊 退伍军人 大家一起去 失业的工人 一起去啊 失业的大学生 大家一起去啊 还有这个毒疫苗的受害者 毒食品的受害者 所有的人 大家一起去 一起去啊 给党庆生 给党献礼 这就是我们七一应当做的活动 我相信呢 无论你的诉求 是什么 在七一这一天活动啊 你们达到诉求的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希望啊 大家在今后啊 这个七一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啊 注意安全啊 在如果是人不多 人不多呢 就这个暂时的 不给他们亲生了 大家就各自回家 如果到了 有一万人 两万人 大家都在唱国际歌的时候 那就一定要 一定要啊 勇往直前 达到自己的 这个 维权的诉求 不满足自己 维权的诉求 绝不罢休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下次再见 同意我观点的朋友 点个赞 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